是否人家有句话 人善人欺 如何理解这句话呢 是否您开始 人善人欺只是表面上看起来 实际上里面都有因果 所以很多人不理解别人 当你对这个人不了解的时候 你会产生恨 其实人家有人家的苦衷啊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苦衷 所以夫妻之间 这个老婆只想自己 没想到老公的难处 老公只想到自己的难处 没想到老婆的难处 所以这样的话 你两个人怎么能够相互理解啊 到最后就崩掉了呀 所以一定要了解别人的难处 每个人今天做这个事情 有的是有难处 有的是没有办法 有的是因为 他的运程 他的命运各方面 他总有难处 但是要记住 只有相信菩萨 一切会转变 那你有这个信念 你会有什么难处啊 对对 师父你刚才讲的 正如您以前说的 站在别人的角度 考虑问题 就是慈悲 师父 对呀 我讲过 我讲了 我说你能够站在他的角度上 为别人考虑你 就是有慈悲心呀 因为你说这个世界上谁没难处啊 你告诉我呀 女人有女人的难处 男人有男人的难处 女人的眼泪是掉在外面的 男人眼泪掉在里面的 对对对 很多夫妻吵架 吵到最后两个人说 算了要离婚吧 那个老婆在那里掉眼泪啊 再哭在外面 伤心啊 欲绝啊 你以为这个男人好像很 很坚强 好像你看哭都不哭 眼泪都不掉 这么狠心啊 你知道他心在流血啊 你了解吗 对 怎么可能了 怎么可能 没有感应啊 都有感应的呀 对 师父啊 您内心的 都是什么呢 师父 就是痛苦的地方是什么呢 师父 最简单 就是人家不了解我呀 明白 不理解 因为我的周围 太多人不了解我了呀 如果他们了解我的话 他们就是菩萨了 他们不了解 他们有时候就是不听师父话呀 对 能了解我的 能了解我的 那个佛友孩子 他会不听师父话了 就等于能够了解爸爸妈妈的苦 很多孩子 为什么穷人的孩子找当家 从来不跟爸爸妈妈闹的 不跟爸爸妈妈闹的 闹的孩子 你说乖不拉 爸爸妈妈为什么会去责怪他们呢 没有办法呀 对对对 明白明白 不懂道理 不懂道理 师父就是希望我们好好修 对啊 平安就是修啊 本来平平安安的 怎么会发生这么多事情啊 闹啊 所以人活在世界上 人家说不能闹 夫妻也不能闹 孩子跟父母亲也不能闹啊 在单位里也不要去跟领导闹 也不要跟老板闹 闹到后来就闹出事情出来了 都是自己 都要 都要 对 对 对 就 感谢观看